9月23日 据港媒报道 何超莲和窦霄近期接受采访 两人在采访中谈了很多恋爱细节 引起网友热议 何超莲透露窦露为他做过最浪漫的事情 是父亲去世之后 窦露二话不说放下所有工作 陪着何超莲走出人生低谷 而窦露透露 何超莲平常非常贴心 常花时间煲汤 做饭 照顾男友的起居饮食 会半夜煲汤送到拍摄现场 非常暖心 窦露和超莲谈到交往两年 最初通过旅行增进感情 如今他们进入下一阶段试婚状态 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相处 一起看电视 玩游戏 做家务 考验各种细节是否相处得来 只有繁复的日常 才可以看清对方的真实个性 目前也正在为进入婚姻 努力学习煲汤做饭 孩子报交往之初确实有一个协议 要求两人在争论 吵架的时候分开一会儿 千万别在气上心头时 迫使对方给答复 当天的事情尽量当天解决 不要把情绪留到第二天 如今 两人恋爱两年多 也期待两人的好消息 祝福他们永远幸福